各位親愛的愛東美家人 大家笑好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上台跟大家介紹公司 我是陳冠軍 來自台中 今年50歲 前後接觸傳銷有20年的時間 各位愛多美是我的第11家 為什麼前面10家都沒有成功呢 因為我一開始做傳銷的時候 我就笑話國戶革命的精神 國戶革命失敗幾次 10次啦 第11次才成功 所以愛多美是我的第11家 所以我一定會在愛多美成功 謝謝大家 我有一對朋友 他們是夫妻 有一天女的就跟男的說 我認識你之前 人生是黑白的 各位現場在座男士朋友們 當女生跟你這麼說的時候 你會不會很開心 會嗎 很開心嘛 對不對 跟我一樣很開心 非常開心的時候 這個女主角呢 就接下來跟這個男的說 認識你之後 我的人生全黑了 各位 為什麼會全黑呢 從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選擇不對 努力白費嘛 對不對 過去的選擇 十幾家傳銷公司選擇的不對 你的努力有沒有 白費浪費掉了 有沒有 是的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選擇非常重要 愛多美呢 到底是什麼樣的公司 很多人會問這個問題 你們是傳銷公司嗎 各位 如果有朋友問我 你們是傳銷公司嗎 因為我不知道 他內心的想法是 喜歡還是討厭 所以我不會馬上回答 yes or no 我會回答 怎麼說呢 我們 跟所有的傳銷公司不一樣 所有的傳銷公司 沒辦法跟我們比 我們是團購公司 什麼是團購 就是集體購買 產生了便宜 愛多美把傳銷好的留下來 把傳銷不好的呢 刪除掉 這就是愛多美 那愛多美呢 到底跟其他傳銷公司 有哪裡不一樣 我整理了四個重點 第一個 他的策略 他是什麼 賣場的策略 各位 我們去賣場 辦卡要不要錢 不用錢 我們加入不用錢 要不要每個月銷會 不用每個月銷會 對不對 想買就買 所以愛多美就是賣場的策略 第二個 跟傳銷不一樣的地方是在哪裡 團購策略 消費者集體一起糾團 購買 會不會更便宜 會的 所以我們是第2點不一樣團購策略 第3呢 是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絕對的策略 什麼絕對 我們有三大絕對 絕對的什麼 品質 絕對的 價錢 第3的絕對是什麼 絕對無法仿效的 各位 我們產品有沒有比百貨公司更高級 價錢有沒有比大賣場更便宜 有的 這個絕對的 第3個不一樣的地方 接下來第4個不一樣的地方 我整理了 是南海策略 我們愛多美是傳銷唯一的南海策略 各位南海策略這本書有看過嗎 很多的企業都在紅海裡面 絲殺競爭 包括船直銷也一樣 所有傳銷公司都在紅海裡面競爭 絲殺 我們愛多美 讀書一格 走出紅海 奔向南海 我們的價錢 是所有傳銷公司的 四分之一不到 所以我們的南海策略成功了 所以我分析 以上4點 愛多美跟其他傳銷公司 哪裡不一樣的地方 接下來 很多朋友好奇說 我為什麼會做愛多美呢 我又整理了5個重點 好我要做愛多美 原因很簡單 第一個 我們來分析一下整個市場 有沒有市場 5個字 有沒有市場 民生必需品有沒有市場各位 有吧 有了市場之後呢 第二點 市場大不大 每一個人每天從早上到晚上都要用的東西 市場大不大 非常的大 這是我整理的第二個重點 市場有了 市場也很大 那接下來 接下來 第三個重點 做的久不久啊 如果很大的市場 做不久 那做他 幹什麼呢 我 我活到了90歲 自己 我做得來嗎 請問一下 介紹好東西 好便宜的東西給朋友 請他辦一張團購卡 終生免年會 想買再買 簡不簡單 請問一下 做得來嗎 做得來啊 所以我就做得來 我分析這五個重點之後 我就全力以赴 直到成功為止 接下來 我們來介紹一下公司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投影片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愛多美是什麼樣的企業 真愛靈魂的企業 什麼叫真愛靈魂 很多新朋友以及舊朋友 還是不是很明白 為什麼公司一直宣導 真愛靈魂的企業 我們來看 他就是把人當成什麼 真愛的對象 了解嗎 所以真愛靈魂的意義 是第一個 把人當成最真愛的對象 而不是把人當成獲取自己利益的工具 這樣明白嗎 真愛靈魂 真愛靈魂 把愛多美事業 當作工具 真愛自己 也真愛他人的靈魂 這是真愛靈魂的意義 愛多美的最終目標 不是愛多美事業的成功 而是為了達到真愛靈魂 而使用的一個手段 所以我們愛多美的第一個真愛靈魂 難能可貴 所有的傳銷企業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的 所以我們非常榮幸的參加愛多美的會員 接下來我跟各位介紹 我們目前在業界 韓國所有的直銷銷售額裡面 我們是排名第二 在韓國本土裡面的銷售額是第一名 目前我們2014年的所有韓國的營業額 是達到5200億韓元 也就是台幣148億 今年的目標 2015年我們預計達到7000億韓元 台幣算下來就是200億的台幣 各位在座的所有的會員 看到愛多美的目標的成長 速度非常的驚人 我們看看在業界 我們是最早在2013年的時候 就得到了獲得了1000萬美金 優秀的出口商獎項 今年也就是2015年 我們預計獲得了2000萬美金 優秀出口商獎 這份榮譽得來不易 愛多美創業的精神 讓大家有機會 會站在全世界舞台 花光花熱 我們分析了 我們分析了以上的公司的業績之後 我們來看看跟前五大的傳銷企業 我們來比較一下退貨率 我們來比較一下退貨率 基於不公開他們的名字 我們不批評不論斷 所以我們就把這些五大的企業的名字 就沒有寫出來 第一個 2.多person 0.99person 再來 也有4person的 我們愛多美是多少 0.24 所以0.24person 也就是千分之2.4 1000個訂貨率當中 只有兩個 覺得 有退貨的情形 而且這2.4person 還包括了訂錯日期 訂錯產品 對不對 是的 所以我們創下了全球最低的退貨率 絕對的品質 絕對的價錢 老闆一再的強調 我們要進進全世界 成為第一啊 剛剛巨經理也報導過說 我們今年的一些營業額狀況 我們來看 剛開幕的時候 在去年1月7號 或許有一些新朋友不知道 最近剛加入的 1月7號 到開幕開始營運 到去年的年底 第一個月700萬台幣 到年底第12個月 當月份創下了7400萬台幣 也就是說 業績足足成長幾倍 10倍 達到了3.4億台幣 在台灣的傳銷排行裡面 已進前20大 也是破了台灣的紀錄 我們在第一年的時候呢 我們的會員人數快速的成長 達到6萬5千多名會員 各位 現在剛剛巨經理知道 我們達到了20萬名會員 乘以4倍的成長 我們預計 今年24萬到25萬的會員 剛剛的業績都知道了 我們來看這一業就可以 我們前半年度 我們目標不斷的攀升 從1億台幣 現在的1.4億台幣 我們預計今年的目標 營業額達到14億至15億 我們要擠進台灣的前十大 我們目標五年拼台灣的第一大 好不好 機會非常的大 因為我們的會員人數快速增加 我們產品品項也快速的增加 我們教育系統領袖也快速增加 目前台灣的狀況 公司的教育中心會越來越落實 在各鄉鎮邻里裡面 目前有18個教育中心 為各位會員來做服務 教育的工作 將來有可能兩年三年 我們台灣就會達到上百家的教育中心 讓所有的會員在各鄉鎮邻里裡面 把那些會員就就進去服務跟教育 所以我們做起來就越來越輕鬆 這是我們目前的教育中心狀況 接下來呢 剛剛呢 也介紹了我們的領航者是 浦漢級董事長 再從無一遍 他在1992年接觸到傳子銷 三年的時間 幾近 什麼 傳銷的最高品 有非常豐富的傳銷經驗 過去傳銷的公司 為什麼經營不久 大部分老闆沒有經驗 我們老闆非常有經驗 第二個 他在2000年的時候 也就十幾年前 創立了 I'm Korea.com的網路商城 產品有十幾萬種啊 各位 這樣老闆有網路商城的經驗 產品非常豐富的經驗 我們愛多美產品 將來會不會上千種 上萬種 會的 現在趕快架構你的會員人數 產品不是問題 第三 我們董事長呢 過去有17年的 汽車零組件的業務經驗 所以他對 產品的成本概念有沒有 非常了解 非常了解 所以我們跟我們 結合的廠商 所提供的商品的價錢 他都非常的清楚 他把價錢壓到最低 提供給我們所有的消費者 或者是會員 所以有這麼樣的領航者 非常棒的也非常難得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 來看一下 我們抱持的是什麼樣的主義 就是第一名 我們目標很清楚 成為世界第一流的流通公司 我們的競爭對手 不是船子消 小小的區塊 而是大賣場 超級市場 網路購物電視購物 所以我們橫跨全球的市場 現在只是一個開始 台灣是華人世界第一站 各位 我們台灣會員 真的非常榮幸 老闆很疼喜台灣 所有的會員 今年的台灣的直銷試劑 有這樣一篇報導 在2014年世界一百大的 跨國直銷公司 我們第一次進榜 就擠進前34名 34名第一次進榜 相信明年的統計數目 越來越接近 所以我們這家企業 真的是獨一無二的企業 你再也找不到 我們看看 我們公司的結構是怎麼樣 愛多美是專門銷售 韓國科馬B&H 所研發生產的產品 品質達到最高級 價錢達到最便宜 直接販售到消費者的手上 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有兩個企業結合成為 韓國科馬B&H 第一個是 我們的韓國原子力研究院 在1959年的時候 韓國動用了三年的國家預算 所成立的國家單位 目前投資55兆的新台幣 所以有4000多名的研究團隊 他出了即是投資20.1% 找了韓國科馬股票上市公司 二十幾年的企業 在全球有9個國家開封公司 或許各位科馬不知道 可是你上網查詢一下 這些大品牌 香奈兒 知識堂 南蔻 這些大品牌 都是出自科馬來代工製造 韓國科馬為全世界 280家企業 代工 不管是OEM ODM OMM 生產1萬6千種的品項 包括化妝品日常用品 製造這麼優良的產品 交到消費者手上 第一次也是僅有一次 所以我們產品呢 在外面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最近的美容業 都炫起了一個 愛多美 狂熱 因為只要你的保安品 拿過去給這些美容業的朋友 讓他體驗幫客人做臉 他們會非常的震撼 既然全天下有這麼好的東西 這麼便宜的價錢 在市場上要開始流通 他們也開始緊張 好 那接下來 我們跟各位介紹的是 愛多美的商品哲學 是什麼 第一個 就是大眾精品 每個人 每天洗洗相關要用的東西 就是民生必需品 第二個 我們要絕對的最高品質 絕對的最低價錢 我們的產品系列很誇 吃的 用的 塗的 抹的 擦的都有 比如說食品 咖啡 海苔之類的 保健食品 蜂蜜銀 益生菌 還有很多很多 還有什麼美容 富富的保安品 男士的 看過敏的 控油的 一般的保安品 通通都有 所以這些日常用品 包括家居系列 還有半手禮的市場 所以我們商品哲學 要跟傳統業來做一個競爭 不只在傳銷業立足 好 這麼多的商品的內容 老闆有說過了 是什麼 叫顧客成功 所以愛多美的金融目標 是顧客成功 什麼叫顧客成功 第一個 產品種類要多 第二個 品質要好 第三 價錢要便宜 所以愛多美都做到了 所以當顧客呢 使用到愛多美的產品之後呢 他會覺得 非常幸福 非常開心 非常滿意的 我們產品裡面呢 有30天的滿意保證 除了食品之外 所以儘管的介紹朋友 使用愛多美的產品看看 使用之後 他會感謝你一輩子了 這麼好的公司 這麼好的產品 要不要一流的制度啊 我們要不要來愛多美 成為固有的人啊 要不要 所以公司呢 老闆非常的厲害 因為他有豐富的船子要經驗 把傳銷不好的制度 刪除掉 留下好的 所以我們制度呢 第一個 首先呢 就是要公平 公正 公開 委員者 很多傳銷公司 他們就是幕後 老闆計算獎金 不該花的 他就不想花 所以我們目前 愛多美的制度 老闆常常講 獎金呢 播出30% 也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營業額 一千萬 就要播出三百多萬 PP值 實播70%以上 我們制度是走 雙向無線帶 全球連線 花國的 不用在那個國家 又重新加入 又重新經營 只要我們未來開發的這些國家 左右線 平均 擺下去的話 全部的人 統統一人得到 萬人升天的制度啊 是 我們加入不用錢 沒有每個月的消費 零獎金也不用責任額 這就是愛多美的制度 台灣會員 這些親朋好友 趁著今年年底之前 趕快邀約加入進來 明年東南亞的市場 一開 我們往他底下擺 所有的人 不管青紅照擺 他都會加入愛多美 因為他都希望成為 東南亞的領袖 對不對 是的 所以我們愛多美制度也非常的人性化 經過2009年韓國公司 成立愛多美之後 陸續開發了這幾個國家 相信這六七年來 很多的領袖 包括剛剛的影子星光大師來到台灣 我們看過無數的皇家大師 王冠大師來到台灣 無私的奉獻來幫助大家成功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考藥店的老闆娘 倒閉的 愛多美第一次的講座 研討會總共來了17個 就在考藥店的老闆娘的店裡面 老闆很賣力的演講 講了幾個小時 結果10個留下來 現在這10個都成為富有的人 還有代理的駕駛有沒有 還有托拉庫的司機 甚至於各位 有看到一個68歲的阿嬤 加入愛多美的時候是68歲 經過六年後的努力 現在74歲 星光大師 一個月收入 150萬 所以愛多美不婚年齡 不婚男女 不婚帥的 所以不婚學歷 所以愛多美的成功見證非常非常的多 有17年做了船直銷 做了6家 都沒有成功 他還比我少 就能成功啊 17年了 相信他沒有遇到愛多美的時候 在3年的時間 也會再做4家 因為這是成功法則吧 你看看 我們台灣的 剛剛的 皇家俱樂部的 星光大師 認真 勇於付出 台灣之光啊 我們都跟他學習 希望未來的我們 都能夠上星光大師 能夠榮耀你的家族 榮耀你的祖先 接下來 我們來看愛多美的系統 成功系統 第一個 我們有全省的教育中心的說明會 中心的課程 有什麼 產品的課程 只要附近的朋友 邀約去到教育中心 我們免會了為大家服務 第二個 研討會 北中南 甚至於明年度的計畫 每天都要開研討會 是大家的福音啊 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聘請國外的這些 成功人士 來為大家 講解公司 還有他的成功故事 第三個系統 就是成功學院 兩天一夜 這種成功學院 從下午一點開始 到隔天的一點而已 兩天的時間 了解公司整個文化背景 產品制度 由專業的領導者 來跟各位講解分析 非常輕鬆 住得好 吃得好 對不對 又睡得好 這就是公司 要給大家呈現是最好的 所以有這麼好的系統的話 我們在座的能力 不用很強 只要很簡單的 跟人家分享愛多美 團購卡你辦了嗎 50塊 終生免年會 買好的 吃好的 又很便宜喔 這麼簡單 在這裡又可以累積點數 介紹朋友 又可以點數換現金 這樣好不好 很好的 只要簡單跟朋友分享 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愛多美有很多的優點 有太多的 它是消費者直購的公司 消費者直接可以購買 不用透過物流 這些盤商 價錢賺的差價 直接生產到消費 它是一個住人的事業 可以幫助很多人成功 它是CP值最高的日常用品 真正符合沒有壓力 沒有成本的一個公司 優點非常的多 它可以永續經營 你的努力可以一點一滴的累積 即使你是兼職的朋友 都可以達到 別人一年兩年成功 你可以三年五年 這就是愛多美 愛多美秉持著一個叫 謙卑服務的文化精神 我們到各大教育中心 都會看到這個標語 謙卑服務 老闆一直強調 去年1月7號開幕的時候 老闆演講 有說了這麼一句話 在台灣所賺的錢 他不拿回韓國 他要建設台灣會員的福利 還有盡社會的責任 幫助這些弱勢的家庭 我們兩天一夜的成功學院 只跟各位收最低的價錢 1100塊 其實公司所賺的利潤 都有在這邊的做補貼 希望的是 讓你們花最少的錢 享受到最好的品質 上課 所以我們不定期的每個月 都有幫助這些 像捐迷的活動 還有捐學的活動 我們提供贈品 提供禮金 提供現金來幫助這些 偏遠的地區 可能吃的問題 可能社會需要捐學的活動 我們都義不容辭來參加 還有很多的像 母親節的這些表揚活動 我們也贊助一些禮金 還有這些社會團體 都是需要的 公益活動 愛多美只要知道這個訊息 我們也可以提供這個訊息給公司 讓公司來整個來協助 幫助這些全台灣省 哪裡有需要 愛多美就出現在那裡 因為愛多美是謙卑服務 我們要落實到全世界 我們看看這些的公益活動 母親節還有這些的表揚 無非是進到社會最基本的責任 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電腦教學 成立的電腦教室 提供了數十台的電腦 讓這些偏遠地區 學生沒有辦法透過電腦的學習 我們給他們 提供電器用品 還有這些電風扇 器具 來幫助這些需要的團體 這就是我們愛多美 那愛多美 經過我簡單的公司介紹之後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期待 開始認真努力的經營它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的你了解了 就是要行動 若不行動 一切等於靈 有行動沒行動等於靈 有機會沒有抓住等於靈 有知識沒有應用等於靈 各位 那有行動呢 沒有堅持呢 等於靈 愛多美 他是一個傳銷界的領養者 我們只要不放棄 勇敢前行 我們要全力以赴啊 今天 一個飛機機長 他要飛機起飛 在停機坪 坐滿了台下這些客人 請一下他的排檔 只放到一檔二檔 還是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灰機才要飛上天啊 我們 後面這夢想的小鳥 你才會實現啊 最後 又一個故事做結尾 小明 小明 有一天 問媽媽 在很多人的地方 問了媽媽 媽媽 我們為什麼不是富二代呢 我們為什麼是窮二代啊 啊 這麼多人耶 小明的聲音很大聲啊 媽媽聽到了 就趕快把小明叫過來 小明小明 噓噓 過來 快快 不要太大聲啊 其實 媽媽告訴你啊 我們不是窮二代啦 哇 小明聽到有沒有很開心 原來可能是富二代啊 原來媽媽沒有告訴你的秘密啦 不要讓大家知道 來媽媽 老實告訴你 其實 你不是窮二代 從你祖先 到你這一代 已經窮十八代了啦 所以你不是窮二代 你放心 你是窮十八代 各位 我們雖然不是富二代 可不可以透過愛多美 成為忽悠的一代 可以嗎 祝大家 成為忽悠的人 謝謝大家 謝謝